最后的时间 好 我们一起看 第三章二十四条 一封人请见 约君子之至于是也 无未尝不得见 从者见之出 约二三子 何患于上路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 天将以夫子 为目睹 这是二十四条 很像一个 完整的一个故事 情节 很生动 那么孔子周游列国 到了 仪这里 这个封人 请见 要去看拜王孔子 那么 下面是 一封人对孔子弟子说的 说君子之至于私有 以往那些有德有才的人 到我这里 经过这里 无未尝不得见 无未尝 我实际上 我实际上都可以去和他们相见 去谈一谈 聊一聊 从者见之 孔子 随从的弟子 就引荐给孔子 让他见了孔子 荐的结果 这个过程 没有描述 但是呢 一封人出来之后 有这个感慨 有感慨 爱三子 何患于 上古 爱三子是对 实际上是对孔子的弟子的 一个表 对他们说 你们这些 差不多你们这些孩子 怎么老是担心 上呢 这里上是什么意思呢 上是 有的全神 夫子之上位 就是 夫子没有获得大位 也可以 理解为 何患乎 天下之道 上道 因为当时 按照我们后来的描述 显年寡词 道的轮上 这个上 同意上是 精神的轮上 同时 也可以理解为 孔子 地位 轮上 天下之 无道也久矣 这里大家看看 无道这个词 实际上 不仅老子当时在说道 很多人 也都在说道 一封人用无道来形容当时 礼崩乐坏的 当时 社会的 境况 天下 无道也久 就像这种状况 已经有一段 事件了 但是呢 不要灰心 丧气 天将 以夫子 被目夺 目夺 这个大家看 一般全是 精灵 目蛇 诗 证教史 所证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那种 皇帝说的 镇山河 县令 用的 金堂墓一样 用这个东西 来号令 来发号 司令 天将一夫子 为目夺 也就是说天下 这个天 当然是 大家看中国人 常用天 好像死有一个 一种冥冥之中 有这样一个主宰 主宰派 夫子来 用他的精神 拯救天下 大家用不着 灰心丧气 天下 无道 这种状况 很快会改变 你看你们 换句话说 你们其实很幸运 你们用不着 灰心丧气 其实很幸运 夫子就是 能够带领 我们大家 能够拯救天下 与水火 能够重建 仁义道德 重建社会秩序 重建几月 就见了一面 出来 一封人就说了 这么一 几句 这个千古一来 非常鼓舞人心的话 不仅仅当时 那后代很多人 读了这个 天将以夫子为目夺 都感觉到 倍感的振奋 倍感的振奋 为什么 我们其实 当然现在 关于情节 孔子到底 跟他说些什么 还是仅仅看了 孔子的气象 事实上 他们交往不深 但是呢 孔子我想 有一个基本态度 对 他的弟子 对 这个霍元霍建的人 事实上都会表达 他一套 他那套理想 那这套理想 对于一个 一封人 这事实上是一个 按照一般解释 也是一个隐士 一个高人 能够真能够理解 所以 孔子 他的道德理想 他的精神 对于 天下 万民的 实质的意义 所以 天将 以夫子为目夺 所精行的 不仅是 孔子的弟子 同时是 也是 事实证明 也是 孔子 引领 中国人的精神 两千多年 又可以反恶印证 一封人所言不虚 所言不虚 好 这是二十四条的 基本意识